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格萨尔王》 2005年,世界文学圈发生了一件大事 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的一位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 发起了一项全球同步的出版项目,主题为《重塑神话》 这个项目邀请了全球30多个著名出版社 数十位诺贝尔奖、布克奖等重磅文学奖项的获得者 选取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神话故事来进行改写 并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发售 一时间掀起了全球重塑神话的文学浪潮 几年后,参与这个项目的中国作家们的作品纷纷面试 这些作品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还将中国文化带入世界文化市场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神话故事的魅力 与中国作家非凡的想象力 其中,最特别也最引人注目的 还要数阿莱的《格萨尔王》 这部作品被使为当年最令人期待的小说 是中国目前神话重塑作品当中 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作品 阿莱通过对藏族经典史诗格萨尔的重新叙述 展现了格萨尔王下界征战伐魔 建功立业的伟大一生 在这部人、神魔之间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传奇中 我们不仅能领略到藏区神秘的地域风情 多彩的民族风俗 还能认识和理解藏族独特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 同时阿莱又站在当下的立场 以现代人的视角诠释了格萨尔性命和命运 展现了他作为英雄的人性的一面 赋予了这部传统神话史诗 以新的解读和内涵 在阿莱一真一换的叙事之下 格萨尔王脱颖而出 呈现出独树一帜的文学气质 深度体现了重塑神话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接下来我将为你解读格萨尔王中的精华内容 从这部既有神性光辉又有人性洞察的英雄之旅中 感受阿莱比县神话史诗的魅力 首先你将会听到格萨尔王是谁 他有着怎样的经历 其次你会听到英雄的另一面是复杂的人性 最后我还会带你了解 作为一部重塑神话的小说 格萨尔王有何创新之处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这本书的分享吧 大家对格萨尔可能会感到陌生 但在藏族的历史文化中 格萨尔王的故事早已历经千年的传唱 深深烙印在了民族的记忆中 藏族经典神话格萨尔是目前公认的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现在流传下来的有100多万行 近2000多万字 同时经过代代传承 还演绎出了许多全新的故事 据统计 目前流传的格萨尔传说 已经涉及到120多个不同的版本 如何将这部篇幅巨大的史诗巨著 拆解整合 并融入到一部近30万字的当代小说中呢 阿莱在他的格萨尔王中 画龙点睛地提取了史诗的精华 将故事分为 神子降生 赛马称王和雄狮归天三个部分 展示了格萨尔精彩一生的丰功伟绩 这位英雄的故事并不复杂 远古时期有一个叫林嘎的地方 那里被妖魔鬼怪所占据 他们不仅荼毒生灵还侵袭人的内心世界 让百姓饱受痛苦和折磨 因此天神之子自元下凡 想要出魔 他在人间刚一出生 就有了三岁孩童的身量 而且天赋异禀 身怀神力 陆续斩除了黑风 术士等大大小小的妖魔 却因此被人们误解他 示好杀戮而遭到驱逐 于是格萨尔来到黄河湾 以其超凡的力量与智慧 在这里开疆辟土 打下一片天地 他让来往的商人都前来进贡 为后来领国的统一 打下了与外界交流互通的基础 十多年后 凭借着彪悍的天马 及无敌的英勇 格萨尔在领嘎最重要的赛马大会上 打败了他的叔叔朝通 以及所有部落里不可一世的勇士们 他终于坐上了金座 成为了领国之王 还把国中最美丽的十二个女子 都纳为王妃 从此在他的带领下 领国也开始了 连绵不断的部落战争 格萨尔王先后杀死了 卢走王妃梅萨的魔王鲁赞 以及抢走王妃珠母的 霍尔国白杖王 击退了前来 抢夺北方沿海的江国大军 又征服了卡其国 开启铁山的宝库 提升冶炼技艺 改良了兵器与农具 每一次胜仗之后 领国的疆域都会扩张 金银宝藏成倍的增长 富足而强盛的领国 和格萨尔王的生威 让周围的领国非常忌惮 十年间 大家彼此相安无事 在安定的环境中 领国的文化 教育 宗教等 也开始发展 渐渐繁荣起来 后来 格萨尔又出征当平穆雅国 铲除家国妖后 处置了与领国暗通款取 图谋叛乱的叔叔朝通 连年的战乱与斗争 让格萨尔感到十分厌倦 王妃阿达纳姆 与生母郭姆妈妈去世时 格萨尔追到阎罗殿 想要拯救他们的灵魂 在地狱中 他看到了诸多灵魂 所受的折磨 生发出怜悯之心 向天上神佛 虔诚而强烈地祈祷 希望最终 让六道轮回中 备受煎熬的众生 都得以超度 往生西方净土 下届八十一年之际 格萨尔拿出王宫中的财物 与全国百姓一起举行宴会 在美食歌舞中 尽情玩乐了三天三夜 此时的格萨尔 在经历了一生艰难 坎坷的斗争之后 已经平定了三界 让领国的百姓们 获得了自由与安宁 他将王位传给王子扎拉 然后重返天庭 人间只留下一部神话故事 流传至今 在重述神话的项目中 苏同叶兆岩等中国作家 都是通过对孟江女 后裔 白蛇传 等传统中国神话 进行颠覆结构 从而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 但阿莱在他的小说中 却是从始至终 以尊重史诗为原则 保留了格萨尔神话史诗的 结构与精髓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 他曾多次到青海格萨尔的故乡 并在甘兹 德格 瑟达等 康北八县 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 与详细的文化寻访 他曾说 我写格萨尔王 并没有想去解构什么 颠覆什么 相反 我想借助这部书 去表达一种敬意 对于本民族历史的敬意 对于历史中那些英雄的敬意 对于创造这部史诗的 那些一代又一代 无名的民间说唱艺人的敬意 对于我们民族 绵延千年的伟大的 口传文学传统的敬意 而且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 让更多人 读懂西藏人的眼神 阿莱从小就生活在藏区 藏民族的英雄主义情节 早已融入他的血脉基因之中 在阿莱精炼通俗的小说语言中 我们跟随着格萨尔的英雄之旅 看到了藏民族 从分散的小部落 走向统一和平的历史征程 更在神秘幽远的 藏域雪山草原风光中 感受到了这个古老民族 豪放乐观 不畏艰险的性格气质 说完了格萨尔王的故事 我们再来讲一讲英雄的另一面 神性之外的人性 阿莱在小说一开始 就提及在人魔大战中 魔找到了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人的内心 魔变成了人与人融为一体 在格萨尔下凡时 莲花生大师告诉他人间的母亲 在成为领国之王的过程中 格萨尔会遭逢艰难 人间的母亲非常不解 他问大师 既然我未来的儿子从天界降下 他就是命定的君王 那怎么还会遭逢艰难 大师只回了一句话 因为有些妖魔住在人心上 通常在神话史诗中 主人公都拥有极其耀眼的 英雄主义光辉 尽管阿莱在小说中 也还原了格萨尔 作为英雄人物的本来面目 并且对他披肩直锐的神力 和超凡卓越的智慧极力渲染 延续了史诗中神性的色彩 但与此同时 他也深知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格萨尔也不会是完美之神 所以他仍然将格萨尔 放在一个人的位置上去考量 展示出他对复杂人性的困惑 格萨尔建立领国后 魔国国王鲁赞 听说了十二王妃中梅萨的美貌 于是在格萨尔上山修行之时 趁机将梅萨抢走 因此格萨尔要讨伐魔国 救回梅萨 出生前 格萨尔喝下了珠母给他的送行酒 这珠母极度心强 舍不得与他的大王分别 在酒中颤了监王药 让格萨尔到头睡去 直到天母进入他的梦境 神情严峻地批判他 原来你发下大愿 斩妖除魔是假 来人间沉眠酒色是真 他才惊醒 记起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他来到魔国之后 同样的事情又再次上演 在魔国 格萨尔被魔王妹妹阿达纳姆的美貌 与野性所迷惑 救下梅萨之后 他们三人便在阿达纳姆镇守的 边境城堡停留下来 这一停就是整整三年 城堡中九池肉林 歌舞不休 格萨尔整日寻欢作乐 不思归 正在此时 霍尔国白帐王 万般宠爱的汉妃去世 他派手下外出寻找一族美女 结果看中了领国王妃朱姆 白帐王向领国发兵 国中无主 大臣三番五次 派白先赫飞去寻找格萨尔 请求他速回救援 可每逢要出发前 格萨尔就被阿达纳姆和梅萨灌下健忘酒 弄得浑浑沉沉 不幸人事 就这样 一年拖一年 在霍尔国大军的威胁下 朱姆被迫离开故乡 现身白帐王 还生下了儿子 而领国能干又忠诚的大将 加插邪嘎 也在战争中为国捐躯 等到格萨尔终于清醒过来 重新回到领国时 这个本来就成立没多久的国家 已经人心涣散 岌岌可危了 尽管后来格萨尔凭借强大的能力 平定了内忧外患 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他常常问周围的人 当国王就是这样吗 下凡之前 作为天神之子 格萨尔对人间的事情 想的都很简单 他的使命就是扫妖除魔 开拓疆土 但他没有想到 当了国王之后 要面对一场又一场 无可避免的战争 还有妃子之间的争宠 竟让他丧失心智 进退两难 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 也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 这些都让他产生了一种 深深的无力感 尤其是对于他那 作恶多端的叔叔朝通 朝通私自通敌 为逃脱罪责 使出了装死这一招 格萨尔将计就计 将朝通的肉身烧毁 但解决掉这个心服大患后 格萨尔突然感到难过 作为光芒万丈的英雄 杀死一个叛乱的敌人 本是正义的行为 但格萨尔却意识到 他作为神灵下戒 本应斩妖除魔 这一次却杀掉了一个 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他对他来人间的使命 产生了巨大的疑惑 对格萨尔来说 最锋利的兵器与最强大的神力 只能消灭外在的妖魔和敌人 但内心的魔是无形的 正是他开始站在人的立场上去思考 才真正产生了 对普通人的同情与不仁 他经历了 由人性的贪婪 堕落等阴暗面所带来的伤害 这也正是他感受到无力与焦躁的根源 阿莱的格萨尔王 不仅是要让大众读懂藏人的眼神 他更是一部发自肺腑 为藏人的血腥之作 阿莱笔下的格萨尔 也不再仅仅是藏族英雄的代表 史诗中的人物 在走下神坛的同时 也变得更为生动而丰满 他揭开了英雄人物身上的神秘面纱 将神奇人性化 让人们生发出更深层的 对复杂人性的认知 现在你应该已经对格萨尔王的小说内容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 作为一部重述神话的文学作品 阿莱的格萨尔王有什么创新之处 前面说过 阿莱是以忠于史诗为原则 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所以当格萨尔王刚刚出版时 有人认为 小说大部分情节其实是史诗的略写 没有进行改编创造 缺乏心意 但事实上 阿莱这部小说并非没有创新 更不单单是纯粹意义上的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在小说中 他将藏族神秘的血域高原文化 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相结合 为故事精心铺设了双重叙事脉络 一条是格萨尔王的英雄之旅 另一条则引入了一个格萨尔史诗说唱人 静美的传奇人生经历 在藏语中 传唱格萨尔史诗的民间艺人叫做众肯 众指故事 肯指神兽 众肯就是指神兽的说唱人 过去的格萨尔艺人认为 他们传唱史诗的能力是神所赐予的 他们是上天找的代言人 所以传唱格萨尔王的故事 让他在青藏高原游牧与农耕的 藏族人民中代代流传 就是众肯们的使命 静美原本只是一位平凡的牧羊人 他不识字 还瞎了一只眼 总被人嘲笑身上有难闻的星山味 但他通过一场场奇特的梦境 解锁了格萨尔王的人生故事 随后他又获得了说唱人代表性的六贤琴 特制的帽子和一幅格萨尔王的画像 从而成为了真正的神兽艺人 依托这样一条虚构线索的设计 阿莱在质朴的史诗叙述中可以跳出传统本身 站在一种现代性的立场上 对格萨尔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理解与阐释 格萨尔曾进入到静美的梦境中 问他所生存的时代是否还有战争 静美回答他 电视里说全世界有好多个国家在打仗 只是没有妖魔跟神仙了 就是人跟人打 黑颜色的人打 白颜色的人打 跟我们一样颜色的也打 听到这话 格萨尔立刻就消失了 这位征战一生的英雄 对战争早已感到深深的厌倦 他下凡本是要让百姓过上祥和安宁的日子 但即便国家通过战争获得了无数的金银财宝 许多百姓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依旧生活贫苦 这些都让他深感不安 静美在梦境中同样感受到了格萨尔心灵的困扰 甚至当静美醒来时 他还庆幸格萨尔没有问他亲自创立的领国还在不在 要是回答在就是撒谎 回答不在又会令他伤心 格萨尔与静美的几次梦中对话 如同穿越时空一般 将几千年前神话中的人物与现代社会所交融碰撞 让读者更觉得身临其境 个体细致的心理变化被放到宏大漫长的历史叙事中 又更耐人寻味 此外 静美自身的经历也是格萨尔王的一大亮点 成为神兽艺人后 静美被邀请到广播电台录制节目 一位学者告诉他 这次录制其实是一次比赛 很多艺人都会来传唱格萨尔王的故事 而对其中表演的最好的艺人 国家会给他们钱去盖房子 把他们养起来 静美对这种恩惠却感到害怕 他认为一个众肯 注定要四处流浪 要回到草原上 去完成上天教育自己的使命 要做房子有什么用呢 阿莱曾说过 静美就是我 他正是借静美的遭遇 来表达对史诗文化 以及传唱艺人前途命运的思考 与焦虑 神话史诗本身是一种活泰文化艺术 要走到人群中 站在藏地的雪山草原之上 在代代相传的流动气息中 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承 而当现代文明强势袭来之时 静美只需要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通过面前的麦克风 就可以让格萨尔的故事 走进千家万户流传四方 但当追求安逸的众肯们 获得房子的同时 史诗文化和传唱艺术 也就被圈养了起来 会失去原本鲜活的生命 处于传统与现代假讽中的阿莱 始终在深切关注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和藏民的内在精神世界 也许重塑神话项目只是一个契机 但阿莱创作小说《格萨尔王》的初衷 是希望在重新讲述民间神话的同时 突破现代文明冲击造成的精神困境 唤起藏民族最原始 最本真的文化理想的回归 格萨尔王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印有阿莱标签的神圣的文学世界 在小说中 我们看到了对神话的重数 并非重复的重 而是重心的重 阿莱对神话的重新创作 给传统的史诗赋予了现代的价值 也为今天的我们审视古老文化 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 旧瓶装新酒 这也正是重塑神话最大的意义所在 好了听到这里 你就已经了解了 格萨尔王这本书里的精华内容 现在我再来为你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了解了格萨尔王的传奇经历 阿莱提取了藏族经典神话史诗 格萨尔的精华 生动地展示了格萨尔精彩一生的丰功伟绩 作为天神之子 为了拯救人类 他自愿下凡 降妖除魔 以超凡的力量与智慧 统一了领国的大小部落 最终平顶三界 让百姓们获得了安宁与自由 其次我们看到了英雄的另一面 是复杂的人性 在耀眼的英雄主义光辉之外 格萨尔依然会沉迷美色 纵久享乐 在连年的征战与诸多治理国家的棘手问题中 格萨尔对人性产生了诸多的困惑 以及深深的无力感 在阿莱的笔下 英雄走下神坛 身上的神秘面纱被揭开 也使我们对复杂人性的认知更近了一步 最后我们分析了作为一部 重述神话的小说 格萨尔王有何创新之处 阿莱将藏族的血域高原文化 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相结合 在讲述格萨尔王传奇经历的同时 也通过当代说唱艺人尽美的人生 来探讨现代文明对传统造成的冲击 以独特的现代性视角 表达了作者自身对藏族命运和精神文化的反思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